刀锋往前走了一步 看清楚青云子在地上摆弄的一堆树枝 摆成了几个奇怪的复杂形状 然后不断拆解 频频凑凑的 看上去再下一盘棋 刀锋默默说道 你最近不是大卦 就是伏鸡 上次是文王八卦 如今又换成紫围斗树了 青云子说道 人老了 不中用了 只能找点事情来打发时间了 杨公子说 师父 您这次又在为什么事不挂呢 青云子拿着一根木棒 望着眼前的阵图 一时间不知道往哪儿放 犹豫了半天 捋着胡须探道 哎呀 怪了 此阵无解 摆了这么久 拿这玩意儿来糊弄我 不耐烦地伸手把地上的木棍全弄乱了 站了起来 气哼哼地一背手 转头看着道锋一眼 探道 你来做什么 道锋没回答 反问了一句之前杨公子的问题 师父在为什么事不挂 还能有什么事儿 当然是你们这次去清明界的吉凶了 道锋皱着眉头说道 怎样 了无生机 庆云子扎巴着嘴 像个农村老汉似的拢着双手 抬头望着远处摊道 一片乱局 金戈铁马 杀气盎然 只是看不到一点生机 道锋心中已经追问道 什么意思 凡是应劫之人 全都死光 这几个字传到道锋耳朵里 一向荣辱不惊的他 脸上也是出现了一丝震惊的神色 杨公子更是话中失色 争着片刻说道 不可能 是不可能 所以我才郁闷 清云子挠着头 自顾自地说道 不可能都死 我不相信会这样 但卦象上的确就是这样 因为我推测不到他们将来的命数 他们 兔崽子和他那帮人 其中的几个 道锋说 推测不到命数 那只有一种可能 鱼人就是死人 今生顽固 命数中极 与鬼妖邪灵 要么是轮回转世 要么就是魂飞魄散 杨公子产生说道 难道这鬼联盟 要灭绝不成 哪里会有这种事 清云子说 还有一种可能 除非他们跳出三界之外 不再轮回之中 道锋说 这更不可能 清云子 清云子欢欢点头 卦象如此 并且在杀鸡之中 有一股乱流 扰乱了之后的卦象 之后 全盘皆乱 无法推演 抬头望着道锋说 这说明 事情中途 有一种变数 你也不必问我是什么 这是任何捕术 都无法推演出的 我只能告诉你结果 要么这几个人全死 要么就是 被这股变数带着 跳出六道轮回 杨公子摇头说道 哪一种都不可能 所以 我才如此纠结 杨公子说 他们绝对不可能死 别的不说 阴阳寺刚成立不久 阴司正要借助 他们的能力来应解 怎么可能会死呢 再说少阳 他深吸了一口气 看了看道锋一眼 说道 少阳是转世鬼童 就算是太阴山 也不可能让他 就这么死去吧 清云子眉头一皱 说道 哪个告诉你 少阳是转世鬼童了 不是吗 既然不是道锋 那就一定是他呀 道锋说道 不说这个 凡是不挂 都有定挂之人 我没有命说 师父 你是通过谁来定挂的 凡是对某件事的占卜 一定要有事件的核心之人 通过他来定挂 才能推演出事件的吉凶 说白了 也就是与这人的命运息息相关 没有定挂的人 挂项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清云子说道 自然是小兔崽子了 道锋一惊 通过他 这次去决斗的是我 他不过是去撑个场 万一有什么变故 也是我来主导 以他定挂 能沾得准吗 废话 清云子两眼一翻 你以为这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这件事的核心不是你 是少阳 道锋正正地看着他 怎么可能 斩挂一门 你们就是门外喊 说了你也不懂 清云子也没过多解释 低头继续摆着木棍 心里头也是有些许郁闷 毛山倒数分为数 看不一 每一门都是大学问 不过道锋和叶少阳这家伙 一直钻研法术 对别的分类甚至不闻不问 叶少阳还好点 至少懂点风水之类的 道锋简直就是个 严重偏刻的狂人 不过现在 说这些也没用了 道锋却是陷入深思 这件事的核心 不应该是自己和 离山老母的赌斗吗 能牵扯到叶少阳 或许有可能 怎么还会以他为核心呢 青云子拨动了一会儿木棍 停顿下来说道 这是可以分析到的 想让少阳成为主角 必须要有观众 这些观众的注意力 必须集中在叶少阳身上 而不是你身上 杨公自信说道 那对少阳的威胁 肯定不是来自离山老母 他更在乎的是道锋 否则上次 也不会用少阳作为人质 来逼道锋现身了 青云子说 那对少阳的威胁 是来自什么人 换句话说 清明记 还有谁跟少阳过无趣 刀锋猛然想起什么 玄空关 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 青云子沉默不语 玄空关的人间宗门 被他们师徒三人连根拔起 彻底灭了宗门 先不说谁对谁错 至少在苏默等人心中 早已经对他们恨之入骨 青云子自己 也在与无疾天势的 一战之中身亡 减弱了这种仇恨 而且他有因死必要 基本上淡出了 玄空关重弟子的视线 他们的仇恨 会集中在道锋和叶少阳身上 杨公子想了想说 玄空关在清明记的宗门很神秘 据说 跟众阁派 离山这几个禅教宗门的关系 都不错 但是这些门牌 不至于为了帮玄空灌复仇 而得罪我风之谷吧 清云子冷笑了一声 风之谷在鬼域 跟清明界中间还隔着人间 别说你们就算是阴私 在清明界的影响也非常小 内力是禅教 结教等势力掌控的 对外界一切势力都不买账 这些禅教室里 真正顾忌的不是你们 这些禅教室是一切势力的 一切势力都不买账 全好 他们 无论